南投市军工里因为地势较为低窝 排水不易 而当地的龙南大牌因为长期淤积 导致排水不佳 豪雨一来更是泛滥一片 造成当地居民很大的困扰 每当淹水的时候 看着泥水淹入房子 居民却束手无策 县议员罗美玲截获陈勤后 会同县府人员前往会刊 这几天的豪雨 让我们这个军工 这个地区乡亲造成很大上海 二三十户都淹水淹在里面 这种逢的农産品 都淹到没法去修行 带来地形很大的困扰 这次特别感谢陆明宁議員 的帮忙 给管政府欢迎 感谢管政府 来不来请这条膏 等会说请到后 可以改叠这些乡亲 淹水的一个屋望 由于六月初的好大雨 夹带着大量砂石 造成农南大桥淤积更加严重 不但造成淹水问题淹入民宅 甚至还造成农产品的损失 这次特别感谢罗美林议员的帮忙 也期望借由清育工程 能够紧速的完工 结束居民淹水的噩梦 在我身后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南投市军工里的龙南大牌 那龙南大牌呢 现在可以说是预计非常的这个严重 那我们南投市军工里呢 向来就是地势比较低洼 那排水呢 不易所以造成的淹水非常的严重 尤其最近的好雨一来 更是泛滥一片 那这次呢 我们来跟这个县政府这边来做一个会刊 那这里的这个淹泥呢 可以说是已经 占据了这个河道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次好雨一来 不等到台风 午后雷震雨就造成军工里 这个淹水这么严重 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原因 在经过实地会勘后 县府也允诺立即动工 这次的目标是将淹泥 清至雨水平面同高 相信在清淹工程结束后 龙南大牌可以得到良好的改善 顺利的解决 预计过多 排水不顺的问题 管政府已经合约 已经包装了 包装也在免费 赶紧就補开工了 因为有河道市几个地方 这地方可能在10瓦会来处理 有点说 厚地要穿在水面边 当然说这家的这个 清淹的工作 可以解决这些水泛问题 让乡亲利口滴落 不用受水的伤害了 非常感谢罗美林议员的关心 相信在施工之后 龙南大牌可以得到良好的改善 能够解决当地居民的问题 记者邱平毅 南投采访报导